當然,這三個成績一定要先判斷是不是數字 那怎麼判斷是不是數字 所以這邊的話,當然接下來 這邊已經判斷有沒有輸入資料 所以接下來其實 姓名不用,因為姓名不用是數字 那所以呢,我們可以拿這個來改好了 第二個來改 那改的方法,Ctrl加按住 有沒有,這個是判斷有沒有資料 如果說你要判斷是不是數字的話 這邊你可能會需要,不是空字串 而是什麼呢 會需要知道有一個 VBA有一個函數 那個函數主要是判斷什麼 判斷資料是不是數字 是不是一個數字 那如果你不知道那個函數是哪一個 你可以先打一個VBA 點 是不是,他開頭一定是is 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這個 is numeric這個 VBA 前面這個指的是什麼 VBA這個大物件 這個物件裡面的話 他有幫你放所有VBA裡面的函數 那如果你以後找不到啦 反正用這個方法來找 其實還蠻快的 那如果你還不知道這裡面怎麼用的話 很簡單 F1按下去就有答案了 然後呢 是否唯一 所以你就刮糊 把什麼呢 Test 2這裡面的資料呢 丟給他判斷一下 是不是一個數字 那我們要判斷的 要警告的是什麼 不是數字 所以不是數字的邏輯怎麼下呢 不是數字喔 不是不等於 特別重要 不等於處 應該可以 不等於處 意思是說不是數字的意思 不過 這種邏輯 還有第2種表示法 等於什麼 等於Force也可以 等於Force也是不是數字 所以兩種 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可以有兩種寫法 不過我自己的習慣是 我是比較喜歡寫這樣 不等於處 有的人喜歡 寫等於Force 不過看個人習慣 邏輯 反正兩個結果是一樣 那如果不等於處的話 那表示 請輸入什麼 也許你這邊顯示 請輸入數字之類的 或者請輸入一個數字 反正這個只是讓使用者知道說 他打錯了就對了 數字 OK好 然後這邊的話 那Force一樣放在 不過 會需要多做一件事情 怎麼樣呢 把它清空掉 然後游標再放上去 清空的話呢就是什麼 等於 空字創 所以這邊的話 等於 空的嘛 然後游標一樣放上去 並且要跳離 對不對 那做一個之後的話 那 再做第2 3 4 有沒有 因為有三個成績嘛 所以你就複製貼貼貼貼 好 這樣的話呢就完成判斷是否為數字了 那我執行來亂一下看看 我們主要是這一個 所以這邊的話 假設我這邊輸入的是一個 BBB 然後這邊輸入AA 那不對對不對 按 這邊這邊隨便輸入一個成績 按確定 它會怎麼樣 請輸入一個數字 確定之後會怎麼樣呢 清空資料游標放上去 有沒有 OK 大概這樣 如果你 3、4都有的話 就OK 最後的話呢 就是 判斷是不是 在0到100之間 那怎麼做 一樣 複製貼上 對不對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那個範本 拿來改一下就好了 至少你要會改吧 VBA寫不出來沒關係 你要有地方 有範本可以拿來複製貼 改一下嘛 改總會吧 OK 所以很多時候程式 通常都是 先從 修改開始 不然也許就複製貼上開始 複製貼上之後要再修改 那怎麼判斷呢 也就是第一個 你要怎麼樣 不是用is Neweric 你可以先轉成 GNT 先轉成什麼 轉成一個數字之後 判斷如果他怎麼樣 這個 如果他大於 100 或 第二種可能 錯誤的是什麼 或者是說 小於0 有沒有 這個 轉換成 一個數字之後的話呢 他如果小於0的話 大於100 不對啊 等大於100 或者是小於0 這些呢 就表示他 不是在 那個0到100 這個是不是喔 所以你就要 請輸入什麼 正確的數字吧 或者是0到100之間都可以啦 反正你 盡可能的那個 這個 這個就是跟使用者溝通啦 反正你 因為我上課關一下 沒辦法打太多字啦 請 你也不用打一篇文章啦 你這個 這個 是不是你 之類啦 反正你這個地方可以多敘述一點點 然後呢 最後的話就是一樣 把它清空 然後 游標放上去 好 試一下就知道 OK呢 這邊 假設你今天輸入是120 其他都對 Enter看一下 有沒有 請輸入一個正確 他又擋下 所以你會發現 反正你想得越周到 你將來使用的輸入 他就不會犯錯 不會犯錯你就不用再檢查了 他輸入一定會是正確的資料 OK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那其他我想應該都一樣啦 你就是把這邊一樣 複製貼 2 2變3變4這樣子 所以最後完成的結果 就是類似像 雲端上面各位看到的 我又把那個最後的 這個 判斷 2 跟3 如果這些做完了 你如果還因為我還 第4第5其實應該還是有啦 如果是你想到你可以再補上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部分的話 就是 我可能講個頭啦 其他部分自己再把它增補一下 那其實這個地方的應用蠻廣泛的 只要是 你需要讓 你自己輸入也好 或者是說你希望讓別人 幫你輸入一些資料 再給你也好 那都有必要呢 產生一個 表單 那這樣的話 好處就是說 開頭都已經限制好了 未來你的來的資料呢 那 理論上都會是正確的 這樣可以大大減少 你未來可能要再回頭去 檢查那個錯誤 的 時間浪費 對啦 尤其是像我之前遇過很多公司 跨很多的分公司 或者是跨 兩岸三地 那 因為沒有任何規範 所以大家都亂輸入 那最後 比較倒楣的是要整合資料的那個人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該如何整合起 因為來的資料都亂七八糟的 什麼都有可能發生 那就會是一個很大的災難 在這裡我想各位 可以盡量的把這個表單部分 反正 工作裡面有用到 只要 可以輸 需要輸入資料 你就可以 設定一個 這樣的一個 表單 OK OK